美国在川普的心中 他要完全取代中国 这就是川普的大绝招啊 那是他掏空中国的根基啊 我鼓励你到美国来设厂 美国的就业率不就增加了吗 把你的中国制造 中国的资本家全部叫到美国来 习近平心里也会很担心 看起来身心疲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拿不出中国经济解决方案 对 我们要谈就是 美国共和民主党两面的起义非常重 起义非常重只有一个 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消息 就是要对付中国 那最近川普提出了一个建议 把中国给吓死了 现在完全不可测说 川普到底在想什么 他说电动车没有关系 中国要发展电动车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不要到了墨西哥去生产 我想说为什么不要到墨西哥去生产 他说你到美国生产 他说现在美国要变成世界工厂 美国在川普的心中 他要完全取代中国 对 你知道 即便是民主党推出贺锦丽 但是其实川普跟贺锦丽两个来讲的话 都是未来对付中国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手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知道这一次川普在共和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当中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中国未来你的电动车 或是所谓的新人员车 你也不要到墨西哥去设厂 你也不要到其他国家设厂 如果你敢去设厂的话 我当然也可以克高关税 对不对 但是我鼓励你到美国来设厂 为什么呢 你全部到美国设厂的时候 美国的就业率不就增加了吗 美国的工人不就有工作了吗 就有钱赚了吗 但是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贺锦丽曾经批判过川普 他说你只会拉高关税而已 你没用 但是川普就说 现在我出了一个新招 就是把你的中国制造的 或者是中国的资本家 全部叫到美国来 这就是川普的大绝招 那这是什么 在美国生产 那是要掏空中国的根基 因为中国不是号称 所谓世界工厂吗 那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川普使出这一招 然后他把优惠的东西 都给中国的企业 你到美国来的话 那现在中国企业不是跑光光了吗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在三中全会 根本拿不出一个未来经济的愿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美国会出什么招 他不知道接下来明年一月 这个新总统当选之后 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招在对付中国 所以现在等于说 对中国来讲压力非常大 是他这次三中全会 就是完全搞不清楚川普你要干什么 也不知道说今天民主党 对我还要下什么样的重手 所以纽约时报就讲 这次三中全会非常诡异 因为他没有提出任何的经济方案 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经济愿景方案 因为他搞不清楚美国要怎么对付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拟定所谓的因应政策 如果你知道说谁当选 谁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 中国共产党他内部都知道怎么去因应他 但是现在完全不知道 完全处在一个动荡的局面 那这种动荡局面来讲的话 习近平心里也会很担心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当然外传说在这几天开会来讲 可能有中风有干嘛的 他最近来讲出现在这个越南驻中国大使馆的 这个所谓的调剂卵附众的这个场合上面 但是看起来其实说真的 身体还是非常疲惫的 身心疲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拿不出中国经济解决方案 欢迎去看关键许课 事后我们看到 现在是美国共互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你看到了川普 今天被当神一般的看待 因为今天在所有的人里面 大家很难相信 他竟然可以躲过那个致命的一箱 大家觉得他根本就是天选之人 他是神派到这个世间来拯救美国 来拯救这个世界 你看到现在这个现场 董卫康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差这个千分之一秒 他就会命上皇权 没有想到竟然这样的一个子弹 被川普所躲过了 躲过之后的这个川普 所以我们都相信他一定会赢 这个赢现在是川普的宿命 而川普今天在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不断地去攻击中国 不断攻击中国 他以前的国务卿 蓬佩奥也攻击中国 所以之后 你看到他今天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对中国不假之色 他最好的战争 最好的战争 是一个战争 我做的战争 在中国 他们购买50 billion worth of our product 他们购买 nothing 他们购买50 billion worth 他们购买了 他们购买了 但我甚至说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我甚至说 因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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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我们在昨天 饭是在演说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楚的 对中国表达 非常不以为然 他直接把 他最重要的敌人 就是中国 而且他说 我们要赶快把乌克兰 解决掉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兵力 放到了台湾 我们要全力的 来对付中国 没有想到今天川普 川普讲得更重 川普直接 用中国病毒来形容 而且川普在这个 提名大会上面的 演讲里面来说 他已经直接把 中国点名为 他的最大的敌人 而且他整场 你知道他整场 讲话里面来说 其实他最不客气 点名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他讲到中国来说 讲到两个点 第一个 他曾经说过 我最好的交易 可能是我跟中国 达成的贸易谈判 他说中国要买500亿 他说以前中国 都没有这样买 但是后来就中断了 为什么我不想谈这件事呢 因为发生了 这个中国病毒 他还故意讲这个话 你讲新冠病毒不讲 你要中国病毒 你看很酸很酸的这个状况 同时他在说什么 我们不会让这些国家进来 抢我们的工作 掠夺我们的国家 他们做这些事情 掠夺我们的国家 然后他们要卖东西给我们的话 就要在美国制造 彻头作为在美国制造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会用非常强硬的手段 这个至少排除掉 中国的所有的产品 而且刚才讲的 在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不是只有他的副手范姿 不是只有川普 该讲的从蓬佩奥开始 到北达克州的州长 包括南卡拉州的州长 所有的人 全部都在批评中国 对 没错 好 川普除了讲这个 所谓中国Channel virus之外 他还讲另外一件事情 抱歉 中国应该是挖来蛋 他说什么 美国的汽车工业 濒临崩坏 我上任第一天 就把拜登的电动车指令 全部撤销了 没有那个电动车指令 对 所以他说 他说他未来不会发展电动车 所以他现在目前为止 而且他说什么 很多中国大会车厂 以规避理由 关税为理由 在墨西哥生产 他说这样 也不行 所以那大会是这样 中国现在不是就是 以电动车在拼那经济吗 对 他现在等于是要 摧毁电动车的发展 这摆明了不让中国活啊 而且他还讲 你就算在墨西哥 生产这些车子 对 你就算在墨西哥 我有北美贸易协定 是 你进到了美国 对 我要给你收100到200% 所以你看他现在直达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电动车 直接给你点穴 另外他批评你说 你要买东西 你都没有买 所以他 中国并没有执行这500亿 所以他现在上台之后 我相信 他绝对会跟中国 算这个仗 所以中国习近平 看到这些字眼来说 他当然应该是 打个膜在修了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连蓬佩奥都讲 你现在中国的间谍气球 竟然飞到美国的本土 我以前我们在的时候 都没有 你中国也太挑衅了吧 而且除了这个川普 在那边大骂中国之外 每一个上去讲的人 全部都在骂中国 你看范之说什么 我们要赶快结束 跟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 美国要专注最大问题 就是中国 好他这样讲 再来 蓬佩奥说什么 他酸了这个拜登时候 发生的 这个中国间谍气球 飞越美国 这个件事 他说我在的时候 四年都没有 没有这件事 如果我是国务卿 然后有这个 间谍气球 飞越国家的时候 很快我就会变成 前国务卿了 而且他讲 中国共产党 直接点名 中国共产党 已经变成 对我们国家 造成是来自国外的 最大威胁 对 所以我们要说 他说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 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 面对他 最后他还酸了拜登 他说我要祈祷 拜登总统任内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会接到 凌晨三点的危机电话 因为他只能够工作到 下午四点 你看他还这样酸他 好像除了这个 这个所谓 蓬佩奥这样说之外 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北达州的这个州长 他说什么 如果拜登连任的话 这个美 川普如果能够任的话 将会使美国的能源 战略主导位置 因为他会开始用石化业 那拜登总统的 这个绿能政策 看起来是为 中国和伊朗制定的 那么他的政策 让这些国家 变得更加富裕 你看他直接骂他 然后这个 这个南卡州的议员 因为他是女性 他说中国的芬太尼 你要把芬太尼讲出来 然后一个罗杰斯 他说什么 他说重要的矿物 所以他等于是 每一个州的州员 都是把 他提出他们州 有关中国的政策 完全都把中国 骂一对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们常常讲 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现在川普说 我要集中力量 对付中国 之前帮我讲的 拜登的时候 不是从阿富汗撤军吗 对 他说今来 我们才点点说 原来从阿富汗撤军里面 这个巴格兰空军机体 对 他说川普说 这是我一个 非常喜欢的机体 本来以为 美国控制这个基地的时候 是随时可以威胁中国的 对 没错 因为事实上在整个这个会场里面来说 大家都把他当成是弥赛亚 救世主这样 就他不只要救这个美国 他现在把全世界都点了一遍 他目前的全世界有几个地方 北韩啦 这个台湾啦 还有菲律宾啦 亚洲 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他同时还说 这个拜登实在是 他们政策错误 那他说什么 你看他还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 拜登退出了阿富汗 他退出阿富汗之后呢 保险 这些我们美军的装备呢 就落到中国的手中 那他同时还说到 他说尤其是 有一个基地的丢掉 他觉得完全不应该 他说 拜登政府放弃了这个 巴格拉姆的这个空军基地 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大 最具战略意义的这个基地之一 那最强的跑道 最强大 最硬化 加厚的跑道之一 我们放弃他了 他说我喜欢他 不是因为阿富汗 他说因为呢 中国的关系 他说这个地方距离中国 核制造核武的地方 只有一个小时 那你知道吗 是谁拥有他吗 是我们 那我们来说 原本是我们的 中国拿走了 这原本是我们的 而中国正在包围台湾 所以他等于是 因为他认为 这个巴格拉姆的这个基地呢 因为距离中国非常近 他说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飞到中国了 尤其可以打击到中国 所有核武器 结果我们放弃他了 然后他说 现在中国在包围台湾 所以言下之间 他认为 这都是拜登 做错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 中国正在包围台湾 如果我们有这个 巴格拉姆这个的话 对 我对你说 在你的背后有一根针 甚至你在背后一把刀 你敢进去妄动的时候 我从巴格拉起飞 我从阿富汗起飞 我在阿富汗起飞的时候 我随时 可以进攻到你的背后 所以他讲的言下之意 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包围台湾 如果有这个 我可以包围你 好 那他在讲什么 他说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 如果我是总统 一切都不会发生 他说呢 美国面对的是 一群凶悍的人 但是现在美国的执政者 不凶悍 他说民主党只会 对我选举的时候 那些争议表现很凶暗 其他都没有 所以他说 没有敌人会怀疑我们的力量 如果我的话 好 那他还同时来说 这个说 维克多 就是匈牙利的总理 就说他什么 俄罗斯怕我啦 中国也怕我 所有人都怕我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原本世界和平 但是现在全世界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 所以他就说 你看他就 他就说 我是最强最强的一个人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川普现在为止来说话 已经自认说 他应该是会 党选美国总统了 开始在发表一些 外交政策方面的政策 那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 非常完整的一个目标就是 他绝对会对中国出众手 因为你答应我的 五百亿美金的购买 你有做到了吗 另外一个 中国的电动车 我也觉得要扼杀他 所以你知道 光是这两点 我觉得就让中国 完全吃不消了 而且刚才讲到 现在的半导体 竟然已经变成了 民主共和两党 共同的目标 要把你任何人 在半导体事业上 你要跟中国合作 你就会变成一个高风险 对 没错 我们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拜登他原本是小燕高强 可他现在越来越严格 他现在几乎是变成是 完全都不能够卖 你看他最近说 这个迪斯科 或是东京威力克创 艾斯摩尔等等 你不要再卖 这个所谓设备给中国了 就用这样方式 那你看 全部的这个股价 又出现大跌 可是保险 我跟你讲 川普上任之后 他只会越加强硬 他绝对会是做得比拜登更加强硬 所以现在对所有的 科技类股来讲的话 进一步跟中国脱钩 这可能是未来 川普上任之后 会做的一件事 我们在上一代就谈到 这一枪可能改变了美国 它可能改变了北约 改变了世界 对台湾也至关重要 没有想到 川普在光天化日之下 刚刚讲众目睽围之下 竟然有人对他开枪 而且离开了八枪 而且非常惊险是 你只要差一秒钟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命上黄泉 可是没有想到 川普在这个众枪之后 他居然还是坚持地站起来 而且坚持地 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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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动作 完全 你看到 当大海Fight了之后 全场欢呼 全场起立 他整个展现了 美国的这种英雄气概 展现这个英雄气概 就对比 这个所谓的拜登 目前就是昌老的状况 看起来 他的当选是非常的可能 当选非常可能之后 现在 美国共和党就讲 他们要全面推动 所谓的反中的法案 而且 他们要对付什么 以中国为首的轴心 没错 他这个Fight 目前为止 要Fight的对象是谁呢 包姐 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他现在已经抵达了 Milwaukee 我们要进行 这个美国 接下来的 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但他这里面 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 当任这个 共和党的 这个参选人之外 这次还要冲过 所谓的他们的党纲 因为他们柔性政党的话 每一年的党纲 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的党纲 就是未来 川普的施政理念 这次通过了 20条的这个党纲 这20条党纲里面来说 大概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什么移民法案 我们要最严格的移民法案 再要建立美国 最强大的这个军队 然后要确保美元的 这个地位 还是要重申 美国是No.1 但这里面有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给 中国大陆的 最惠国的这个待遇 这很严重吗 他们很严重 抱歉 最惠国待遇 就是WTO中间的 两个国家中间的 互相的这个状况 他认定说 你可能还是开发中国家 我就给你最惠国待遇 全部拿掉之后 所有优惠都不见了 没有优惠了 对 没有优惠 所以他这一次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 是更加的这个浓烈了 那尤其他这一次 党冠非常有意思 他就 然后再说 献给被美国遗忘的 美国男女 所以简单的说 他其实这一次来说的话 就是要 我要尽力提升美国的国力 同时之间 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论调 就是美国很多的工作 都被抢走了 被谁抢走 被中国人抢走 没错 所以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要对这些被遗忘 这些被遗忘的 就是美国的工人了 事实上他才被遗忘的是铁锈带 他这次是被遗忘的是 更多美国的国人 另外一个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看 因为他当选 目前为止 看起来没有什么悬念 连他自己今天就说什么 我觉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他 那现在整个氛围 是对他相当相当的有利 那于是我们再看 事实上他的这个前国安官 欧布莱恩呢 最近在投诉 因为很有可能他未来也可能会再回任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要以实力回归和平 也就是说他未来的是说 我们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话 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所以他其实是相当强硬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目前为止在说什么 他说他曾经在这个媒体投诉说 他认为应该要让台湾的 这个参加所谓的演习 包括像这个所谓环太平洋演习等等 他说拜登拒绝这样做 他说这是一个必须要纠正的错误 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然后他说海军应该将一艘航空母舰 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应该考虑到 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显然欧布莱恩的政策里面来说的话 美国最大敌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谁 那就当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 川普之前的这个所谓的 不管国安团队 或他这个所谓的亲密的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话 而且全部都对中国放狠话 甚至还说什么 你要重启什么 核子制造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这个普丁 能够用这个核子武器威胁 我们也要这样做 所以你看他有认为说 我们要加强我们包括说 核打击能力的这个政策 所以你看欧布莱恩是这样说 好那我们讲到 欧布莱恩是比较偏向 所谓的外交政策这个部分 还有国安政策这个部分 但是对中国插在蛋的是什么呢 宝姐事实上是什么 关税战2.0准备又要开打了 你看这次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为特朗普就川普 可能重返白宫再做准备了 那做什么准备呢 因为第一个 他们现在观察说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就要宣布 所谓副总统的人选 如果副总统的人选 又是个鹰派的话 那就彻头彻尾量了 连总统副总统都是鹰派 那对中国来说 绝对没有好事 另外一个就是 他目前为止几个 重要的核心团队的人物 第一个 现在重点是谁 是莱特希泽 也就是赖海泽 好那为什么呢 因为赖海泽或莱特希泽 他其实在这几年的时候 他没有在官位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 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的关税是什么 没有什么交易 交易是免费的 意思是什么 他就要弄他的关税 他关税要出来了嘛 川普曾经自己说 他是关税人 那他是把莱特希泽 是火箭人 因为火箭人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 跟日本谈判的时候 他丢一个飞机丢过去吗 虽然就是飞机人 火箭人 那现在有可能要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他说 这个美国革命以来 他把中国认为是 美国革命以来 还有西方世界 自由民主政体 最大威胁 所以他的态度 是相当相当强硬的 所以就说 他上来的话 可能就会开始 又把他的这个 过去的莱特希泽 这种所谓鹰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这美国革命以来 难道是美国建国以来吗 当然啊 美国建国以来 中国是他最大敌人 当然他就这样说 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Navarro Navarro保杰你知道 他事实上目前为止还在监狱 为什么 因为他藐视国会 最大被关 但是他是非常强硬的 这个川普支持者 而且他的很多 我们过去曾经见到他写的书 他写的书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现在也是 他是为了捍卫川普 然后再被关 被国会藐视国会最大被关 所以他应该出来 又会是川普的重要人选 那他们两个都是鹰派中间的鹰派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中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 他们回来重新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几天很多大咖都出来 隐隐地开始挺在川普这一边 欢迎各位认识 此后我们最近特别谈到的是 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 中国科的前科长鲍斯科 他投书到了国会山庄报 国会山庄报 特别把他给看出来 你们特别提到说 他强烈地建议说 如果中国胆敢侵犯台湾 那就代表你是对美国的一个宣战 我们最近也谈到的是 现在在美国要求这种战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国 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如果轻举妄动的话 美国一定会介入 就没有想到 川普居然在他一个支持者的 募款三会里面直接讲 他说如果中国胆敢入侵台湾的话 他干嘛 会派轰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讲说 现在如果美国真的去炸北京 对中国进行任何轰炸的时候 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对 没错 抱歉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这个拜登已经连续讲了四次 就是说我会保护台湾 但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 他在他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模糊 我不告诉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时候 他在一场募款的活动中间 因为他是对了他的金主们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 如果中国敢侵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就用轰炸机去轰北京 用轰炸机 我把它轰掉 就把北京炸掉 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他还提到了俄罗斯 同时他说 我也会把这个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讲这么凶 对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曾经问他说 如果今天中国胆敢侵犯台湾的话 你会做什么动作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 我真正答案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些空间 结果 没有想到对他的支者的时候 他直接讲 他要轰炸北京 对 所以你看 他说这个报道里面说 他的姿势都吓一跳 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态度 那他为什么转变成这样的态度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 两党都同样知道 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不能够让中国夺走 我们知道事实上 你说现在对他们来讲 台湾跟中 台湾跟美国已经绑得越来越紧了 对 好 那为什么川普 在这个时候180度的大转弯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因为川普呢 他最重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他最重是美国的股市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在他的ex Twitter上面来说 讲了一百多次美股创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 美国的经济命脉在什么地方 现在美国经济命脉在哪里 AI 对啊 所以他AI不见 所以他现在知道了 他现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过去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讲说 他会轰炸北京这件事情 保险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跟他说 如果以现在的 这个美国的军事条件 轰炸北京来说的话 北京搞不好是 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护系统吗 他不是有红旗球 而且他有SAMP300 SAMP400吗 而且目前为止 我们会证明说 这几天我们在讲吗 他的SAMP300 SAMP400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话 被乌克兰完全 用这个所谓 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 就直接把你击毁 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为止 这个红旗系列也是一样 巴基斯坦 包含说红旗事业 根本就没有启动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红旗系列 还有这个SAMP300 SAMP400 完全都针对美国的飞弹 搞不好都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说现在 他的陆军战术费的ATSM 在这个拿到了 乌克兰手上的时候 他已经进行了 很多波的攻击 很多波的攻击的时候 这个当地 都有SAMP300 SAMP400 作为防空之用 只有没有一个拦得住 而且他有一个时间 连续发了六枚的ATSM 竟然没有一枚被拦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标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把这个F22派过来 F22派过来 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我有能力进去中国的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现在为止 他美国都做了非常多演练 所以美国 这个川普说这样一句话 因为他也当过美国的总统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达 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会把北京炸掉 而且现在 不但是刚刚讲 你川普讲话 不但是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部部长办公室 前中国科科长表达说 你敢入侵台湾 或者侵犯台湾 你就等同于对美国宣战 现在包括什么 包括第七舰队的退役上效了 包括现在所有的 刚刚讲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前报官 包括他们现在过去的亚太助理国务卿 全部都表达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 不准中国轻举妄动 对 事实上你从这个川普的说法 是他要恐 要这个嚇阻你之外 现在美国的军队都说 北京须明白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也就是说 他要让北京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军方的立场是这样 美国是完真的 对 美国的政界立场似乎也是这样 尤其是这个退役的海军上校 他说什么 这一次的这个环台军演的话 他认为中国的环台军演是在测试 台湾 日本还有美国的红线在哪里 那我们也必须给他回应 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说 北京方面必须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要明白 我们不会允许中国侵犯台湾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因此他说他的建议是 我们目前要两艘航空母舰 要挪到换日线以西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 至少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海上运作 对 就是常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他美国并没有 那么多航空母舰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他说至少要有两个 所以在西太平洋 要有两艘常备的航空母舰群役 好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美国呢 要美国总统在国内 要发动这个军事动员 就演练军事动员 很快的对美国还有亚洲的武装 侵犯美国跟亚洲的国家武装 要发动攻击 那直接第三个是说 我们现在要锁定 开始检讨 要锁定中国大陆的一些关键目标 就直接要打之后 我们就直接吵那个目标 等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说 我要轰炸北京 就没有想到第七舰队的前情报官 居然讲 我要把中国大陆本土的关键目标 给锁定住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一起这样做 那一起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样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就说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专家说 这个如果这样 如果中国跟我们开火的话 真的那意味就是全面开战的事 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是全面开战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美国军方的说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湾 或是你敢动台湾的时候 就是对美国的全面开战 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前高级情报官三姆他这么讲 他说如果你真的胆敢犯台的话 美国怎么办 美国可以从北部的日本介入 从南部的菲律宾介入 也可以从台湾的东部介入 对 所以美国都已经有相关的 这个演练跟相关的设想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不是讲到吗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 这个所谓川普说轰炸中国 是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给大家讲嘛 上次最近 这是还是中国的网站报道的 也就是中国腾讯新闻 他们想他们打了六发的拦截弹 全部打空 上不四百还被打穿 他们讲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去买上不三百 买上不四百 上不四百 后称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 可是你碰到了美国的ATSEM 你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好 为什么中国会非常重视这个消息 这是中国媒体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保健障 事实上他买这个上不四百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这个中国 印度还有土耳其三个国家 都跟这个俄罗斯买 就像中国赤支三十亿美金 购入单价高达五亿左右 他其实是比较贵的 那另外一个状况来说 他后来还买了非常多 所以买进来之后 结果没想到 我们中国现在的防空主力 是萨姆三百 萨姆四百 还有他们自己的红旗酒 他们的当然萨姆三百 萨姆四百 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比中国的好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在整个 俄务战场上面来说 他们就说 这个太夸张了吧 他说这个原本来是说 这个乌克兰说 我们打爆这个所谓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萨姆三百 萨姆四百 这是放出来的消息 结果后来现在呢 就说什么 这个俄罗斯说 没致敬事 结果没想到 乌克兰再把画面 丢出来给你看 他的丢出来给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 这边有他们的 这个三组的 萨姆四百的导弹车这些 就没多久之后 这些都完全不见 全被打掉 对 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时之间来说话 萨姆三百 萨姆四百 是有发射上去的喔 对 他的确是有侦测到你 你有ATACMS来喔 发射上去喔 但是完全落空 没有打到 你说这些拦截飞弹 全部挡不到ATACMS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后 结果后来两颗的ATACMS 就直接把它打掉了 对 所以就说你 我来的时候你发了很多颗 发了很多颗都是空爆弹 结果最后我两颗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中国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完全傻眼 这是我们的主力啊 而且ATACMS 并不是美国现在最强的飞弹啊 所以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的话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这个 完全是心惊惊惊 而且ATACMS的弹头 他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组装 这种不同的组装 现在用在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他居然里面 这里面 这个是他的弹头 里面就有950个M74的极速弹 对 没错 因为他这所谓的战术飞弹来说的话 他可以在里面装不同的这个火药 或是装不同的飞弹 变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 他们这里面来说 看给装的这个M74的这个极速弹 在这里面之后 你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发射上去之后 这是怎样 这些所谓被标定的都是很多的这个士兵 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人员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就来了一颗这个ATACMS的时候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之后 把剪辣 打到这边之后 这些极速弹完全都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之后 你看当时的时候 你看乌烟瘴气 这样烟就起来了 烟起来之后 很多士兵就当场可能就被干掉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以前觉得你是一个飞弹 一个飞弹是一个点的攻击 可是没想到 他是整个面 整个面全部起火了 对你看整个面这样起火 他还可以分成三 他连续打三颗之后 你看这个整个面整个面起火了 这个状况之下 就是说我这标定这些人之后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没多久之后 这个钢铁雨就把这些人 完全几乎是见面 由钢铁雨来形容 因为他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极速弹 就这样 就直接把那些人完全都干掉 所以这就是美国目前为止的 ATACMS他还证明 他在乌克兰的这个厉害之外 他还证明了就是 萨姆300 萨姆400 根本是毫无用处之地 而且这我们讲到 他现在已经派了18架以上的F22 这个在美国来讲 我绝对不外销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非常珍贵的 我们这也介绍了 现在F22的性能非常非常的强 就现在更清楚了 现在最新的数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他的对手 抱歉 事实上这是美国在做一个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就表示说 红方就是中国方有非常多飞机 然后跟我们F22做个对抗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有这个F16来跟我互相对抗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锁定击落你之后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设你击落我这个F22的话 我也是退出 就这样挂掉 就你知道他们互相这样战 互相这样战的结果是多少了吗 他们是36比1 就是一辆这个F22可以击垮36辆以上的F16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他就是红旗久以来 这个军演F22最佳的这个表现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这个一架换144架 就是说我里面能够搭载的武器 足以摧毁这么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于是说 你看我在这个Dogfight里面来说的话 我1比36对F16 而且我一架我有这么多的 可以摧毁144架这么多飞机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说什么 它是轰炸机 跟轰炸机有什么两样 另外一个 他最近不是在把他的涂装改变吗 然后雷达转换之后 又可以变成是迷你预警机 算是有意思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你说中国看到这个飞机 他不下单才怪啊 而且他里面有个非常精彩的描述是 他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给纠缠 是在禁军里打Dogfight 打Dogfight的时候 我们知道全世界回转半径 等于说最能够打残斗战的就是F16 他竟然1比3的时候 就把两架给干掉 两架干掉的时候 在第三架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同时发射 判定同时阵亡 对事实上这个里面来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1比36 因为保洁 F22的攻击武力太大 所以他在远距离就一直把你干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后是要近距离的时候 他1对3 1对3台F16 他是先干掉两台之后 还有一台 我看到我也看到 两个互相瞄准的时候 他们说因为两个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断互相击弱 所以知道在近距离 他可以1打3 你就知道F16已经这么厉害 那你远距离的能力又这么强 你就知道这个F22来到东亚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你曾经讲过说 现在美中之间 美中台之间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而这个现在进行事 会随着越接近美国总统大选 你说现在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都会直接用力的踩油门 而且两个人都会对中国 施予最大的压力 没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讲了 你敢敢侵犯台湾 他连我要轰炸北京都讲出来了 对啊 所以你可以预料到 再过一个礼拜或是两三天 拜登会讲什么怪话 你也不知道 拜登一定会跟川普比狠 然后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权 他有力量展现出来 比较够力或比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这次的美国大选当中 台湾的议题 绝对是美中之间的争执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当然太重要了 美国人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要打台湾的话 他们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来避免这个事情 或如何战胜 如何胜利中共 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 他们普遍 我最近看到一个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Fox新闻的一个很重要采访 这个军事专家怎么讲呢 他说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国的财政崩溃 这个有意思 这个很精准的讲法 就是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极大的威吓力 Deterrence来吓他 就是阻吓他的 阻吓中国动手 然后耐心等待 然后中国的财政自然会崩溃掉 他会崩溃吗 目前情况很困难 看中国的财政 已经进入所谓的中等阶级陷阱 然后整个国家现在产量过剩 那财量过剩 他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国进民退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 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你看他目前来讲的话 习近平已经在最近七月份 要展开所谓的三中全会 那三中全会的时候主题是什么 就是救财政 换言之讲 救财政跟维系习近平政权 这两件事情 是互为因果的一个重要性 那过去没有那么重要 过去毛泽东在搞文化革命的时候 哪里管财政 二死三百万人无所谓 那习近平面临到财政的挑战 这是过去的共产党的政权 没有碰到过的一个困难 所以美国人的建议是这个建议 当然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占领台湾的话 会什么样的情况 会怎样 如果解放军占领台湾的话 他认为在一到两天之内 台湾失守 给他占领的话 占领 因为先讲清楚 换言之讲 绝对不能让解放军占领台湾 一定要在不对称的战术上面 能够要能够 你说让他上不了岸 让他上不了岸 要让他上岸的时候 这个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谓那些前面那些人 讲的那些什么要打巷战 要打巷战 街头打仗 那个算了 那个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让他登陆 他登陆成功 美军完全没有能力 介入这个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几个 累积起来看的话 最理想美军现在的想法上 就是说维持极大的威吓的力量 然后耐心的等待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财政崩溃 按照吴董刚才讲的 现在美国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盘 是等中国的经济崩溃 中国真的有可能崩溃吗 老姐刚才吴董不是讲到吗 事实上这一次的三中权位里面 习近平已经定调 他最终应该就是跟经济相关 那过去习近平很少讲这个 你知道过去经济是谁负责 是总理负责 所以他现在不是让这个李强负责 是他自己要来 所以那可见这个问题来说 多严重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所以那是李强扛不住的 扛不住 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由我习近平亲自来部署了 好 那当然对中国来说 最近有两个消息 可能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是 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大的财富管理 宗旨已经挂掉了 现在第三大 他叫做海银财富 海银财富 他是第三大 他目前为止来说 管理约莫有465支的理财商品 约莫是大概 他的规模是700亿人民币 折二新来币是3200亿 就我们现在这些 完全钱都不见了 钱不见了 而且现在被爆出什么呢 你这465支理财商品 没有一支是合法的 你是第三大的财富管理公司 你现在 3200亿的血汗钱 就这样的凭空消失了 而且你当初根本是理财商品 都没有征过合法的申请 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现在等于是 那这一次 这个习近平他就有说了 他都监管那些单位的时候 要拿出什么 找牙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真的非常大 连中国第三大的财富公司 都会出现这样 他会有金融风暴吗 目前为止来说 如果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来说 恐怕对中国的金融体系 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们这种理财商品 大部分都是投资 所谓的这个所谓 包括说房地产 所以现在房地产 还没有起来嘛 好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最近来中国有一个 这个资产是277亿台币 所谓的公司 他员工有上千人 就没有员工 电子公司 他要去工作的时候 没讲到 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不用工作了 你不是说 不用工作 不是叫你回去吃自己 没有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因为老板不知去向 然后钱都不见 公司倒闭 就倒闭 就瞬间就倒闭 他不是小公司 他277亿的资产 事实上 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 只不会附近这样的状况 你看公告就直接说 由于进行公司 正来相关的梳理工作 所有员工 无必要说 不要进入公司的园区 谢谢大家的配合 事实上 就是叫你不用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叫 吉木科技 吉木科技底下 有十多家的子公司 就一戏之间 老板跑路了 对 他就是这样 他们就说 到了老板他们家的 他们的别墅去 因为他们想说 老板有别墅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 就不像 他家已经搬空空了 不只搬空空 上面只有一张 A4的纸 还有一个随身碟 然后这个纸上就说 我因为无法投资 付这个投资人的钱 六十二亿 所以我之后 老板跑 就这样一个状况 老板跑 对 然后后来 就只有这个公司 你要去上班的时候 就贴出这样一个公告 所以告诉你说 事实上中国 目前为止来说话 它的经济 恐怕还在一个 震荡打底的可能性 你说它要回升吗 我觉得难度是相当相当大 好 题目 另外就是 美国现在不是公布了 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国防授权法 他们居然要创建 一个无人机的军队 更夸张他们讲 必要的时候 我要干嘛 我要把中国的原油 给你切断掉 对 这是下一年度 就是2025年 下一年度的财政 财政年度的 这个国防授权法 那不过现在已经公布了 相关的内容 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说美国准备要建构 所谓的无人军团 无人机的军团 要干嘛呢 就是准备 对付中国的人海战术 因为他知道说 中国你这船建造越来越多 数量越来越大 那现在美国怎么因应它呢 他们影响出这个方法 而且编列预算 明年的预算 高达8800多亿美元 所以这是美国 他们现在要建构的 同时间呢 另外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 准备把中国的原油 把它切断 大家也知道说 它的什么 有一个麻溜甲困境不是吗 70%左右的中国原油 都从麻溜甲过来的 现在除了这个麻溜甲 前后把它切断之外 另外它同时也要动用到 东亚地区的所有的门帮 包含日本菲律宾等等 这些国家 甚至澳洲 把在东海台海 以及南海的所有的 全部运往中国的 所有的相关原油路线 全部切断 也就是讲中国在 这次的军演里面 所以说联合力舰2024A 它其实是一个 封锁包围台湾 你要封锁包围台湾 现在美国反而是要把你的 原油路线整个切掉 对 他看到这一次 联合力舰2024A 那他相信说 未来有B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现在这A是看起来 就是想要中国入侵台湾的 这种可能性 而且要封锁台湾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思考说 我怎么让中国动不了手 那动不了手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他如果要动用跨海战术 来讲的话 必须要什么 要动用到 他都算出来了 动用到100万辆的汽车 2100架飞机 8000多艘的船舶 来运送这个部队 另外还有 550到700艘的后勤船 还有登陆舰 运输机等等之类的 将近有5600万吨的石油 必须要来采用 那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就准备运用这种 所谓的海上的战术 把你所有的相关东西 把它封掉 也就是三军未发 粮草先行 原来你打台湾 你需要这么多的火车 需要这么多的汽车 需要这么多的飞机 更重要的是 你这些火车飞机要动 你需要5600万吨的石油 我把你的石油给卡住了 你就动不了了 是的 所以现在到印太司令 这个新的帕帕罗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的演习 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看到的时候 就知道说 我们怎么来跟同盟 门帮之间来共同来应对 中国在冲突当中来获胜 所以就是他们准备 要下手的一个 最主要的方向 同时间 今天这个日本日经新闻 记者也提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战略价值 在二战之后 其实就显现出来了 他说这张图 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 这时代杂志当年在1950年代的时候 就把台湾 你看上面写着Formosa 就视为所谓的太平洋之药 就是太平洋的药石 重点就是在台湾 其实中美之间的重心 就在台湾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朝鲜半岛 导播我们看 这张地图 这是第一岛链 中间的药石放在台湾 就台湾变成了一座一个药石 Formosa 这是1950年的地图 是 他说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战略价值也没有改变 不管是美国现在讲说重返亚太 然后现在讲说 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都是以台湾为核心 但是他说当年毛泽东选错了 毛泽东选到朝鲜半岛 跟美军在那边打了一仗 所以造成中国将近有100万的军队的死亡 他现在来讲的话 习近平会不会在2027的时候 以台湾作为核心来进行渡海战争 所以大家都等着看 你刚才就讲说 现在为什么川普的话讲得越来越重 现在美国为什么觉得我要战略清晰 现在美国已经讲 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被动 是第一岛链的中心 它已经不是说我控制第一岛链 让你中国不能出海 这个保护台湾美国的安全 是 现在美国要发展 你必须要走进AA的世代 你要走进AA的世代 你就必须要有台湾 现在这个事实 现在连美国所有的总统都不能忽视了 DE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